可可的蛋黃酥可口誘人 工作人員忙著裝袋 精緻的中秋月餅禮盒 吸引大批人購買 不過卻爆發了蛋黃酥之亂 店家表示有兩位客人同時到店裡 為了搶最後兩盒蛋黃酥 在店內大吵起來 一位顧客說前幾天就預訂了 另外一位以為打電話進來 就是有預訂了 兩人到場爭執不停 店員無可奈何 老闆特地到場解決 我的口越講口具 口具越大 結果真的是很難你收拾 就快點打電話給我 當面就先跟他們道歉 就因為為了買了我的蛋黃酥 讓他們產生了 這樣子這麼大的誤會 我明天每個人再送你一盒 你要兩盒我明天也會補給你 蛋黃酥老闆本身從事 汽車收配行業 斜告賣蛋黃酥 還有單人調接委員 這下客人買到炒起來 恰好發揮調解功力 可能都會吧 又是我我也會和人家吵架 因為買不到 買不到你就想要買 然後變得說會有點急 就吵架了 你覺得這樣子 章話除了黑手牌爆發蛋黃酥之亂 明天不二方也出現卡位排隊人潮 影響交通 距離中秋還有最後十天 民眾搶買應景蛋黃酥 就怕錯過火氣都上來 三星的數十位 林沛順是明知彰化 採訪報導